今天台灣天氣還是算在非常的冷喔 它還有寒流在 所以今天我們要去東浦泡溫泉 哇!歷經兩個多小時從台中出發到這裡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今天要泡湯的地方 那我今天來介紹大家來看這個地方 叫做南投信義鄉的東浦 那我們今天住宿的這間叫做禪說雅筑秘境 有沒有看到我們目前前面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住宿的禪說雅筑 哇!它的外面你看好漂亮的花喔 真是太美了 哇!有沒有很美 那我現在要準備去Check in 待會帶大家去看我的房間吧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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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剛我們走進來到我們現在去住我們的房間呢 哇!這裡一切的建築風格真的非常具有日式的產品 那整個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也很喜歡非常的滿意 因為現在時間離晚上用餐時間也差不多快到了 那待會呢就跟著我一起去用餐吧 早安啦!現在已經早上八點了 我們要去吃早餐囉 這個我們要去吃早餐囉 歐� הש восемь 蟬双雅佐住了兩天一夜以後 真的覺得它是一間不错的地方 在我們體驗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發現它的住宿、溫泉都是非常的棒 其實他們的晚餐的招牌 雲子雞更是非常的美味 歡迎每個人來這邊體驗的 來住宿的人都可以品嘗跟享受這一切的設施 真的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它這裡的環境真的非常的漂亮喔 那如果你們有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給我點個喜歡喔 也歡迎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觀看我更多有關於旅遊美食的資訊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